各位乡亲大家好 乡亲的居家安全是争议最重视的施政重点之一 在县府各单位积极努力及辅导之下 现在新的建筑物都能够取得建筑物实验执照 对居家防火安全有进一步的保障 我们也克服了各种的困难 辅导了两百缩间的民宿取得合法的执照 让乡亲能够安心的经营民宿 也让游客住宿的更安全更舒适 也开启了马祖旅游的新纪元 利用这个机会 争议要呼吁所有的乡亲 平日要注意院电院火的安全 避免火灾的发生 特别是为取得实验执照的旧有建筑物 现在县政府实施免费的安装住警器活动 今年我们将针对六层楼以上的建物 优先安装联动式的住警器 五层楼以下的住户安装独立式住警器 请各位乡亲踊跃地向消防局申请 连江县政府关心您 熊熊大火燃烧 浓烟弥漫 现场还不断传出木头掉落的声像 情况看起来十分危机 整晚真正残叫 附近住户彻夜难眠 高雄城东城大楼 14日凌晨发生火警 普遍吞噬整东大楼超过120户 知名收困火场 截至下午1点 已经有7人死亡 另外送医的55人中 有14人到月前没有呼吸心跳 这边是接着接动 我告诉你 已经过来 不然就遭遇了 我不是踏着一居 我是居居的 对对对 就是他这一句话救援我们 不是因为这句话 不可能 当联动行驻警器感测到火警时 手机会及时收到警告通知 当我们点选通知 会进入TYY警报APP 进入TYY警报APP我们可以看到 讯栏位 查看影像画面 居装监视器 电话通报119 进入消防署119报案APP 进入消防署119报案APP 火警地点 发生火警时可以先查看影像画面 可借由监视画面确认火灾警报是否正确 防止物报案 火警状况后可及时通报119 消防署119报案APP 1.增加119报案图记 2.强化报案即时定位 3.缩短斗理时间 4.提升派遣效率 消防署119报案APP 1.手机定位位置到当地消防局 2.可上传现场图像及影音 3.指挥中心随时掌握状况 4.提供简讯报案功能 增加听障人士报案管道 火警地点 点击地图图示即可确认火警发生地点 画面进入到Google Map 可查看火警地点 APP模组的好处 当居住在郊区的住宅火灾发生时 周围没有邻居能看到农烟或听到警报声帮忙拨打119 或是没跟年迈的父母同住时 至少还能随时掌握家里安全 且在第一时间先确认火灾状况 再向119报案 可以避免误报案 减少119报案受理台的困扰 首便卖图示报案 首便起伏 Pack连 Requiem 土偿机 我家安装了 那女人 土偿机 我家抓好 那女人 潑察 彩声 走 。